长达十八年的战乱 最终在索马里形成困扰世界的海盗问题 索马里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古代索马里人甚至拿鱼来喂牲畜 当年随郑河下西洋的翻译费信 在《星察圣览》中曾这样描述索马里 山年地广天积少收 其富民富博远通商货 贫民亡捕海鱼晒干为食 即喂驼马牛羊 尽管索马里海岸现场 渔业资源丰富 但由于捕捞方式落后 市场销量不大等因素限制 每年的捕捞量还不到十分之一 由于长期的战乱 索马里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那么它的海域是没有有效的管理 大量的外国的渔船 就到了这个索马里的海域来捕鱼 索马里有二十万左右的渔民 靠近海捕鱼为胜 他们的牧船 无法和外国现代化的渔船竞争 于是索马里渔民 与外国非法捕鱼船的矛盾 愈演愈烈 位于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索马里海域 自古以来就是海盗出没的地方 长期战乱导致索马里人均GDP不足一百五十美元 并且这个数字仍在地界 为了保护当地的渔业资源和百姓生计 联合国一再要求各成员国 不要去索马里海域捕鱼 但依然有许多国外公司冒着危险 去索马里非法捕链金枪鱼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地的一些军阀武装 以保护索马里海洋权益为名 对那些在索马里领海或专属经济区内 非法捕鱼或倾倒有毒废物的船军进行阻拦 但很快 他们就凭借索马里海域重要的战略地位 将北纬十度线 这条国际海运业的黄金航道 变成了令人胆寒的恐怖水域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渔民就组织起来 他们最初是以反对外国非法捕鱼的理由组织起来的 但是后来他们顺便就开始抢劫了 因为他没有生计 他看外国渔船上有钱有物 他就抢 结果从反对外国的非法捕鱼起家 最后就演变成了海盗 为共同打击索马里水域的海盗活动 在联合国号召下 世界各国纷纷派出军舰 迎击索马里沿海参与巡航 但相对于广阔的海域仍然防不胜防 就在索马里人击落美国黑鹰战斗机的1993年 中国开始成为石油进口国 中国产品出口也大量增加 为保护经过亚丁湾的商船 2009年4月2日 中国海军将索马里 已经派出了三批护航盾 新式的驱逐舰 护卫舰和补给舰 经受了印度洋惊涛骇浪的考验 保护了数百艘中外船舶的安全 只要来自西方的秘密资金 还维持着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 只要欧盟的渔船和独物船 继续在索马里横行 海盗就会继续在索马里膨胀 而索马里潜在的石油资源 以及在石油航线上的重要位置 又是几十个国家的现代化战舰 对装备简陋的索马里海盗 投鼠忌器 明天让我们来关注遥远的高加索山区 那里也有一条重要的石油通道